今天早安你好 我是方燕迪 今天是10月16號來到了星期四 今天的清晨淡水又破了入秋以來的最低溫的紀錄了 來問一下瑞生主播了 瑞生早安 天地早 各位觀眾大家早 淡水清晨到底有多冷啊 不過呢 其實說真的 今天好像中午的時候會慢慢渾溫喔 渾溫很多嗎 剩下時間喔 趕快交給你 好的 今天大家早上出門上班上課 一定要記得把外套穿起來 因為今天這個輻射冷卻的現象真的是非常明顯 尤其在北台灣地區今天早上都非常的冷喔 像是今天在淡水地區就達到了入秋而來最低的溫度 只來到了15.1度 而伊拉和基隆的溫度也比昨天還要再更低了 只有16.5度和17.2度而已 所以今天早上天氣非常的涼 出門一定要記得多夾件衣服 不過呢 白天過後東北季風逐漸減弱 會開始轉吹東北風 所以今天白天呢 各地的溫度都會稍稍的回升 會變得比較溫暖一些 我們當然從地面天氣圖來關心了 現在呢 這個大陸冷高壓一樣是持續的東移出海 那麼今天早上還是吹著東北季風 所以北台灣地區天氣還是蠻有寒意的 不過呢 白天過後東北季風逐漸減減弱 開始吹東北風的時候呢 各地的溫度都會逐漸回升 而且今天溫度大概會回升個1到2度左右 當然白天呢 各地都是晴朗的好天氣 感覺上會更加的溫暖 不過要提醒大家 雖然其他地區都是好天氣 但是呢 在台東地區 今天水氣會稍微多一些 要注意會有些零星的降雨出現了 那麼未來幾天呢 這個溫度 雖然會逐漸的回升 不過呢 因為水氣增多了 北台灣地區還有東半部地區都要留意 開始會有一些短專震雨出現囉 所以未來幾天在吹風面地區的朋友 一定要記得多加留意天氣變化了 那麼現在呢 已經進入到秋天了 東北季風會一波一波的南下 當然溫度也會一點一點的慢慢變冷 建議大家 長售博外套 可以趕快拿出來準備一下了 那就在溫度的部分呢 我們從下一張圖上面 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今天各地的溫度 會稍微變得比較溫暖一些 北部地區高溫是在27度 東半部地區28度 而中南部地區的話 都是有機會來到30到32度的 中南部地區天氣還是一樣非常的溫暖 不過早晚的溫度一樣是 這個溫差非常的大 北部地區和東半部地區今天的低溫 還是有機會下灘到16度而已的 那麼中南部地區大概是在19 21度 這個日夜溫差相差的幅度真的是很大喔 大家早晚出門還是要適時的增添一物 關心完天氣之後 就帶你來關心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先來看到北北基地區 今天的溫度是在17到26度 降雨機率是0 再來看到陶竹苗地區 今天的溫度是16到27度 是多雲時勤的好天氣 接著關心中部地區 溫度是在19到30度 今天都是可以見得到陽光的 再來關心到雲嘉南地區 溫度是19到30度 降雨機率是0 再來往南走到南部地區 溫度是21到32度 降雨機率也是0 接著關心到東半部地區 今天的溫度是16到28度 今天是個多雲的天氣 最後要關心到外島的金門馬祖 溫度是在19到28度 降雨機率是0 那關心完天氣之後 就帶你來關心到農民力了 今天是農曆的9月23號 要特別注意的朋友是屬虎41歲的朋友 而今天適合的事情就是祈福交易 那不適合的事情就是安床了 以上資訊提供給您做個參考 把時間交換給彥迪 請歡迎登記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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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分 請問一下